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雅 这一切杨开无从感知 或者就算感觉到了 也没办法去阻止 乌恒是星宇之主 在这大荒星宇中 他能发挥出宛若神明的力量 杨开本身在这里 与他战斗毫无胜算 如今能够争斗一二的 不是他是滚滚 而滚滚亦是不负他的期望 无论乌恒凝聚多少星宇之力 轰杀而来 皆吞入府中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在星宇之中穿梭纠缠 你追我敢 竟是热闹至极 不行 不能这样下去 乌恒心急如焚 他每在这里耽搁一息 大荒星宇就要被吞噬掉 大片星空 星空的缩水 会直接影响到 他能调动的力量 长此以往下去 必败无遗 自己居然会输 尽管这只是一个可能 也让乌恒感到不可思议 在来寻找杨开之前 他可从没想过 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可他现在的局面 简直就是进退两难 杨开也觉得有些不妥 他抽空查探了一下滚滚的情况 终于发现了小玄界里的异变 正如滚滚之前吞噬了三颗修炼之星 需要休息消化一样 乌恒那些凝聚 星辰之力的攻击可不是那么好吞噬的 比起直接吞噬修炼之星 给滚滚带来的压力更大一些 长时间这么维持下去 小玄界肯定无法承受 到时候就糟了 必须得让滚滚休息一阵 找机会消化掉那些星辰之力才行 两个敌对的人有着不同的孤立 却在这一刻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朝大荒星域边缘持去 乌恒急着回去 遏制横罗星域的吞噬 顺便将杨开这个强盗赶走 而杨开则急着带滚滚 找个安全的地方休养生息 双方的速度极快 乌恒是星域之主 自不必说 亿万里的距离一年一度 便可跨越 滚滚虽然体型臃肿肥胖 但每一次腾挪越近 都能跨越极为恐怖的距离 再加上乌恒有意无意的牵引 更有着瞬移的功效 不到半个时辰功夫 那无尽的黑暗便映入眼帘之中 很快双方便抵达了 两大星域的交界处 杨开精神一阵 立刻与法人达成了联系 更在冥冥之中 感觉到了横罗星域的力量加持 他如今虽然还处在大荒星域中 但此地已经算是两个星域交叉之地 被压制的就不那么明显了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偏要闯 乌恒 真是要谢谢你了 话落实 他以驾驭者滚滚 与乌恒擦肩而过 冲回了横罗星域 送走这个墙底 乌恒不惜反惊 心中一尘 感觉自己似乎做错了什么 下一瞬间 无边黑暗处 陡然传来极为恐怖的推进之力 竟让他产生了一种难以抵挡的感觉 那黑暗之中 更是浮现出了杨开的一张笑脸 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帘中 你真是星域之主啊 乌恒失声惊呼 浓浓的悔意涌上心头 若是早知这一点 他怎么也不可能将杨开送回来的 之前考虑杨开并非星域之主 不能放任他在自己的后方作乱 所以才想他送走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专心地对付 恒罗星域那边的压力 没有后顾之忧了 可现在看来 这是一部大大的臭棋 那杨开真的是恒罗星域的主人 只是乌恒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他既然是恒罗星域的主人 之前闯进大荒星域的时候 又是谁在主持星域之间的吞噬呢 难道说恒罗星域有两个主人 但是这不可能啊 星域本源只有一份 哪有被两个人恋化的道理 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测浮现在脑海中 乌恒脸色铁青咬牙斗 分身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自己的种种疑惑 他肯定有一句如必指使的分身 所以才能在闯进大荒星域的同时 继续维持着星域间的吞噬 分身之术并非什么秘密 也不是什么太难修炼的秘术 许多强者都曾有修炼过 但普通的分身发挥不出太强大的作用 顶多也就是去刺探一些危险 所以就显得很鸡肋 而且修炼这秘术还需要极为珍贵的材料 耗费大量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 没人会在分身之术上下太多的功夫 生死搏杀时也用不到这秘术 可现在看来 那杨海拥有的分身简直强大的有些不可思议 否则根本无法催动整个横落星域的力量 黑暗如浪潮层层绵延而来 大片大片的星空消失不见 乌恒一退再退 简直是兵败如山倒 之前法身催动星域本源吞噬的时候 他便有些难以抵挡 只能拼命遏制 如今杨海回归星域 本尊驱使星域本源威力自然更上一筹 再加上大荒星域 这些时日失去了大片星空 横落星域的领地扩张 此消彼长之下 乌恒就更不是对手了 挡不住 绝对挡不住 乌恒面如此灰 怎么也没想到 临时起义 去吞没一个没有主人的星域 会招来如此大祸 他可是才成为星域之主没多久啊 怎么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同为星域之主 本应该是自己在这争斗中 占据上风才对 可事实却是截然相反 身形一晃 乌恒身形暴退百万里 那黑暗之中 扬开凝聚出来的面容 静静地凝视着他 嘲弄道 好 代本少将你这大荒星域吃干抹尽 我看你往哪儿跑 心情愉悦至极 怪不得乌恒会涌出 吞噬横落星域的念头 这成为星域之主 吞噬别的星域 竟能给人带来一种大愉悦的感受 让人能在吞噬中 清晰地感悟到世界之力的转变 打定如意 将整个大荒星域彻底吞噬掉 将两大星域合而为一 到时候啊 他便是两大星域之主 面对他的嘲弄 乌恒脸色平静如水 似乎已经认命 但那眼中却闪烁着一丝 决然之色 他忽然从空间界中 取出了一块玉龟 那玉龟之上 繁星点点 仿佛无数星辰烙印其中 弥漫出一股极为玄妙的气息 相隔百万里 杨开将这一幕映入眼帘 不禁皱眉 距离虽然不近 但他也能感受到 那玉龟并不是什么秘宝 都这个时候了 取出这东西做什么呀 话说回来 这玉龟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看着不想反悟 乌恒神色间一片肃木 手上掐了几个玄妙的法觉 一直点在那玉龟上 然后将之高高举起 口中抱贺一声 请行使 点点荧光忽然从那玉龟中 鸡舍而出 仿佛亿万只萤火虫飘飞出来 汇聚成一道耀眼光柱 直通天际 乌恒头顶上方 光柱顶端 一片白芒大方 汇聚成一个笼罩 方圆极里的圆形 那圆形之中布满了复杂的花文图案 毫无规律的旋转 看得人眼花缭乱 杨开却只是为之一正 只因那些花文图案 看起来有些眼熟 再仔细一瞧 顿时瞠目结舌 那不是自己布置 跨域空间法阵 所需要用到的阵法图案吗 那玉龟是什么鬼东西 为何能在一瞬间 构建出这样一幅图案来 空间的力量跌宕而起 杨开心中忽然涌出了一丝不安来 结合乌恒之前所喊的话 和眼前所见 杨开敏锐地感觉到 从那图案之中 似乎有什么人要破空而来 果不其然 耀眼光芒中 一只大脚忽然从那圆形大阵中踏出 仿佛从天而落的敌心 身形徐徐显露 杨开瞪大眼出自观望 赫然发现 那是一个头戴羽冠 与善精伦的俊巧男子 这男子长得风神如玉 俊美地让杨开瞧了指导胃口 翩翩腰间还悬挂着一柄长剑 或有些如门侠客的味道 从那圆形图案中落下时 一双毛子紧闭 乌恒却是一脸肃穆地站在那里 抬头仰望 慕然间 男子睁开了眼睛如雷似电 洞悉万物 乌恒忙低下了脑袋 似乎多看一眼都是对这人的不敬 而杨开则感觉一身寒毛炸气 有一种莫大压力降临心头 乌恒的真实实力他不清楚 估计是个帝尊三层镜 但杨开见过的帝尊三层镜也有不少 面对他根本没有什么压力 可是这个从天而降的羽贯男子 却让他呼吸一致 这还是在对方没有刻意去针对他的甜蹄下 能给他带来这种感觉的唯有一种人 这人不是帝尊镜 这是个大帝 是哪一位大帝 杨开脑海中不断地闪现过一位位大帝的明慧 却是发现任何一人都与此人对不上号 更让他感觉古怪的是 乌恒竟能将他召唤过来 刚才说的请星使又是什么玩意儿 星神宫中倒是也有星使这个称呼 萧宇阳便是一位金星使 不过那并非是星神宫的职位 萧宇阳在星神宫的职位是长老 所谓的星使是构建在整个南域的一种称谓 星神宫的星使主要负责沟通 调和南域中各大宗门的冲突和矛盾 星使们在星神宫内还担任别的职位 两者独立却不冲突 这个星使显然不是星神宫的 明月大帝也不过如此了 不对 他似乎比明月大帝差了一点 不过杨开毕竟阅历有限 也不知道这差的到底是哪里 大人 乌恒抱拳行礼 那羽贯男子低头俯瞰着他 淡淡说道 乌恒 是 大胆 那羽贯男子轻轻赤鹤 声音落在乌恒耳中 却让他如遭雷尸 浑身一阵 脸色发白 大人恕罪 乌恒的脑袋低得更厉害了 实在是发生了一些紧急之事 才不得已 请大人降临此地 羽贯男子道 你乃此方星域之主 又有什么事 是你处理不了的 乌恒一抬手 大人请看那边 羽贯男子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下便瞧见了几十万里 开外的无边黑暗 还有那凝聚在黑暗之中的 阳开的容貌 眼帘不禁一锤 瞬息间便洞悉了事情的真相 四目对视 阳开心神一阵 险些没能维持自身的投影 暗暗心惊 来人果然是个大帝没错了 否则不至于一眼 便给自己这般压力 连那黑暗的推进和吞噬 都稍稍受阻 速度变慢了不少 乌恒悲气道 大人 此人与我之间有些恩怨 便妄想吞噬大荒星雨 使亿万生灵于不顾 我不是对手 还请大人为我做主 与贯男子没有回应 望着阳开的目光 却是愈发锐利 似能洞穿两颗星雨之间的屏障 瞧紧阳开内心的深处一样 顿时让阳开生出了一种 如芒刺悲的感觉 下意识地催动星雨之力 将那吞噬黑暗朝前推进 挡住了这窥探的目光 疯死 与贯男子见状 轻贺一声 似在责怪阳开的不知天高地厚 责怪他遮掩自身秘密 说话间一手拔出自己腰间的长剑 轻轻地往前一划 无声无息 极为平淡的一剑 却卷起了整个大荒星月的力量 在那无边黑暗前 竖起了一层无形的屏障 杨开直感觉一头撞在了枪上 顿时有些头晕眼花的感觉 任凭他再如何思维 竟都无法再让黑暗再推进一丝一毫 心中不由大害 这人什么名堂 为何能在举手投足间做到这种事 他本能的感觉 这并非那羽贯男子本人的力量 就算他真的是一位大帝 在这下未免星月中也必然要受到天地法则的排斥 更不要说妄动大荒星月的力量 大荒星月的主人是乌恒 可是连乌恒都没有做到的事 他却能轻而易举地达成 如今看来他不但没有受到下未免星月天地法则的排斥 甚至调动星月的力量 比起乌恒来还要得心应手 比乌恒更像一位星月之主 这下麻烦大了 莫名其妙地出现这样一个家伙 而且看起来对自己还没有好感 反而有些敌意的样子 此分之事该如何善良 杨开甚至不知道他与乌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过从乌恒简单地将他召唤来此这一点 看两者之间恐怕有些晕远 而这羽贯男子一箭制止了恒罗星月的吞噬之后 乌恒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不可察觉的欣喜之词 暗想冒着被责怪的风险将这位大人召唤过来 果然是明智的选择 也只有他才能阻止自己的星月继续被吞噬了 不过还不够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我心生出牵挂 共水演绎着掌金鸽铁芒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优优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